2月26号十六时 四海同春2021全球华侨华人新春云联欢播出 与全球观众一起闹元宵 云联欢分为同心战役 守望取暖 祝福启程三个篇章 通过主持人3D卡通小龙小乔进行串联 呈现创新升级版的四海同春文化盛宴 大家好 我是小乔 2021年我又长了一岁 是一只牛气冲天的大龙了 小时候我随妈妈云游四海 无论走到哪里学会了新的语言 妈妈总是嘱咐我中文可不能丢 云联欢中 蔡国庆 陈朵 于智奎 李生素 王宏伟等知名艺术家纷纷献议 带来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诗朗诵《故乡他乡》 交响京剧《陈州礼赞》 歌曲《儿行千里牡丹忧》等节目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演出古运悠长的舞蹈 望闻问切 卯托腰跃 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海外华侨华人云参演呈现了朗诵 合唱 歌舞等原创节目 使云联欢更具亲和力 加拿大曼尼托巴艺术团演出歌舞《我的新衣》 兼具创意潮流与活力 美国休斯敦华星艺术团表演原创舞蹈《花雨随响》 曼妙的舞姿充满东方韵味 德国法兰克福华星艺术团演出同声合唱 渴望春天 歌声纯净细腻 抗议英雄人物 众多知名侨界人士纷纷通过云联欢 为全球华侨华人送赏祝福 人民英雄博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李 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 泰国政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 飞华侨领 菲律宾航空公司董事长陈永哉 美国知名侨领方李邦勤等 寄予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 为抗疫加油打气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们携手抗击新冠疫情 我们全国人民上下同心 舍生忘死守望相助 尊重科学 我们取得了抗疫疫情的 阶段性的胜利 新的一年 我希望全世界疫情早日平息 国泰民安 希望全世界华侨华人 加强 合作交流 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此次云联欢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中华海外联谊会主办 由中国侨网承办 通过中国侨网 中国新闻网 学习强国APP播出 为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 送上新春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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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